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不会有什么新的突破了 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可能我的基础条件就已经把我的天花板定在那了吧 你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 好像到了自己曾经向往的那种稳定的状态 但是却没有办法再前进和突破了呢 我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是会的 那我们如何做这个所谓的突破呢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秘诀叫做伤增逻辑 那什么是伤增 这个词又是从哪来的呢 就让我这个中途退学的女博士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伤呢是信息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通常用于衡量信息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伤值越大表示信息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越强 在化学当中代表这个分子运动的越活跃 OK 那现在让我们来说点人话 如果说把这个伤值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去尝试或者是创造更多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更强的事儿 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自己原本的小师姐 今天呢我也为这个主题带来了三份特别的礼物 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分别是什么 第一份呢叫做尝试 这个时代稳定才是最不牢靠的 大家知道一看我啊 就是那种从小在父母和家长眼中的乖乖女 上课的时候呢就坐在教室的第一排 腰板挺的笔直 然后老师一提问肯定最先举手 觉得超高低一个必须得要是我回答 就这样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按部就班地读着书 我相信啊在座很多的人都跟我有相同的经历 甚至是为人父为人母的你们也跟我有同感 原本呢按照这个规划我会去医院工作 每周和大家排三班岛 然后一直赶到退休 偶然的机会呢到本科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竞赛 我发现医疗和互联网其实有很多结合的地方 所以呢我硕士的时候就转了个专业 去学Health Data Science 我就成了半个马农 再到后来我去读博 如果说我循规蹈矩地去读博 我就每天两点一线 实验室回家回家实验室 偶然之间呢因为和一个00后的小妹妹聊天 她推荐我去参加了一档恋宗 哇突然之间我的世界变得很精彩 你想某一天早晨你打开手机 一看微博热搜的第一是你的名字 手就开始抖了 一点进去 天哪居然是我大素颜 刷着牙像一个男嘉宾发出约会邀请 然后被他拒绝的片段 特别的有意思啊 当然如果说我的生活当中 没有这些这些这些的历练 我也不会在到了大厂工作之后 有勇气去裸词 然后选择自己创业 有没有感觉到 人生的惊喜往往藏在不期而遇的际遇里 因为走出原有的环境 而获得了新的机会的例子啊 还有很多 也有不少的企业家 他们的创业启发 是在伤增的行为当中产生的 在1984年的时候 John Merriweather到他的朋友家去做客 偶然发现朋友家有一个通过电脑来控制的 自动饮水机装置 他就想到咱们可以做一个自动售货机啊 所以他就把这个开发成了可口可乐的 自动售货机的业务 并且最终成为了这个行业的领袖人物 1982年的时候呢 梁家辉当时正在上班 当时他的工作呢 就是给电影院送要播放的电影胶片 当他到了这个电影院的时候呢 偶遇了当时正在招募演员的导演 程晓东因为出演了后来的电影 赤道而声名雀起 同一年呢 刘德华也是 当时他的工作是一名便衣警察 他正在电影公司的附近工作 这个时候呢 恰巧遇到了导演刘振伟 所以他参与演出了《笑傲江湖》这部电影 从而被大家所熟知 这么一对比哈 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冲突点 在过去传统的观念当中 我们常常会追求稳定 习惯了去遵循已有的经验和思维方式 避免去冒险或者是尝试新的事物 比如说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一个经常上班乘坐的地铁路线 一个总去的餐馆和一份不用思索的菜 显然这种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 但是也容易让我们陷入到惯性和僵化的状态里 所以说这个时候 伤增就是做一些非常规的事 伤增的事情 在我们一天的生活当中 都可以发生很多次 也许是换一条路线去上班 也许是换一种交通工具 也许可以换一个总去的晚餐地点 也许可以新增一个 你之前没有尝试过的爱好 也许是一个不同领域朋友聊天的聚会 也许是大胆尝试了一个 自己从没接触过的活动 等等等等 总之 多体验 多争取 失败比错过好 第二个礼物叫做改变 你今天的破圈 也许就会是明天的惊喜 你知道吗 在我上台之前 我偷偷地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大家 发现台下有不少人跟我一样 都是顶着黑眼圈来参加今天的这个演讲的 我也是一个经常刷手机 刷到半夜两三点的人 一直就不肯把手机给放下 为什么手机那么让我们着魔呢 都说再漂亮的女生可能都会说谎 但是数据不会 根据2022年移动状态报告显示 中国人平均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长 已经接近五个小时 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有没有发现这些软件为什么这么让我们着魔 这个手机就好像看透了你一样 你喜欢什么就给你推什么 就像一个知道你所有喜好的男生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他呢 所以说渐渐地我们只能看得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了 就像编织一只简的过程 慢慢地把自己困在了这只简里 那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去避免呢 商增逻辑又成了这道题的答案 比如说我们可以减少使用个性化推荐的功能 很多APP使用大数据来进行内容推荐 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我们去接触新的信息 又比如说主动增加搜索的关键词 主动在搜索栏中输入一些自己新接触的词汇 这个时候算法就会想了 这个人他最近对这个感兴趣 咱们给他推起来 所以当我们了解了算法的逻辑本质 就可以去利用算法 而不是被他困住 还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关注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和渠道 增加使用不同的软件 关注和订阅不同领域的账号等等 这一系列的行为 可以让我们获得多个领域新的进展和突破 樱花油帕春光老 岂可教人往渡春 所以说如果非要玩手机 要知道手机里不只有大长腿和八块腹肌 还有星星和月亮 第三个礼物呢 就是掌控 长大是加法 但人生是减法 以前啊 我特别喜欢听别人夸我 优秀 学霸 大厂工作 很体面 搞科研啊 好高大上 好像有很多所谓的光环在你的身上 可能在别人的眼里 你的生活就是这样 轻松又自在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可能是 回家了之后 你依然要加班 加点的熬夜工作 忙到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 根本没有时间去涉疆 一上班呢 到工位上 要先把今天做的事情 全部都列在一个便利贴上 不然就很容易漏掉 一打开电脑 发现自己的会议安排 排得紧密又紧凑 有一次 凌晨四点的时候 我还在公司的工位上 一整层楼 一片漆黑 只有我自己的那一个小方块 是亮着光的 我在工位上 哇哇地包哭了一顿 反正旁边也没有人 最后呢也是 边擦鼻涕 边把工作给做完了 所以说 在座的工位 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 你们都是在公司 这么硬扛着过来的 甚至有的时候 还要在公司打地铺 通宵工作到天亮 后来我就反思 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时间 每一天都被动 被排得太满 太满 太满了 以至于没有留任何 一点点的空间 让我们去主动思考 可是 时间才是一切的大前提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讲 都是公平的 对我们所有人来讲 都是公平的 一天 只有24个小时 我们的一年 都是365天 我的疫苗 不会比你的疫苗 更快 或者是更慢 但是时间呢 这疫苗过去 也就过去了 就像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儿 听了一下 TEDX三亚的演讲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慢慢地度过 不会再重来 也没有办法复现 那么 主动给自己做减法 就成了我们商增逻辑当中 非常战略性的一步 把时间呢 分配在自己认为 更加关键和重要的事情上 然后总是留出一部分的时间 去做商增的事情 在你商增接触的信息当中 选择筛选留下 自己感兴趣的一部分 继续了解 如此正向循环 那掌控时间的第一阶段呢 就是做更多的事情 第二阶段 就是尝试用更少的时间 去做更多的事情 从而可以变相地获得更多的时间 用减法去做加法 我的三份礼物呢 就已经送完了 就是去尝试 去改变 去掌控 背后呢 就是我的宝藏密钥 叫做商增逻辑 在最后呢 我想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 此时此刻 就让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个商增的事情 你敢不敢稍微勇敢一小夏 跟你左手或者是右手边的朋友 交换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呢 好 因为我想告诉你们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谢谢大家 我是红晨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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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